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看到湖的那边看到一个圆顶式的建筑物 那是杰伯逊纪念堂 这个杰伯逊纪念堂建得比较晚 它是1939年开始建造 1943年建筑 然后在1947年就翻唱了杰伯逊的图像 然后我们朝这个方向 对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纪念碑它建于1884 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现在我们都知道 华盛顿没有特别高的摩天大厦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规定 这个建筑不应该超过华盛顿纪念碑 然后呢我们看到 这个脚手架已经拆除 因为最近几年 华盛顿纪念碑一直是有这种维修 有那种玻璃式的那种脚手架 现在拆除了 大家以为可以上去 其实不然 这个它还现在还有些 没有完工的地方 本来我们是可以坐电梯上的 它的那个爬底 可以俯瞰 华盛顿纪念碑 然后我们这个方向呢 是林肯纪念堂 这个林肯纪念堂呢 是建于1914年 2014年开始建造 到1922年开始完成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 林肯纪念堂 它是一个就是希腊 复兴式的建筑 非常的奇特 有很多的郎柱 非常的气派 红伟专业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 杰弗逊纪念堂 那么杰弗逊是美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开展 杰弗逊跟华盛顿总统一样 华盛顿是第一任总统 那么杰弗逊是第一任美国国务卿 然后呢 在第二届总统期间呢 杰弗逊是副总统 到了第三任呢 第三任总统就是杰弗逊的 然后他曾经担任过 布金亚州的第一任州长 他还是美国武力宣言的主要器材 就是奠定了后来的美国宪法的基础 另外他还创办了布金亚大逊 所以杰弗逊纪念堂 这个在这个位置呢 非常引人注目 他的功勋 就是他对美国制度的这个贡献 是拥在实测 那么林肯大家都知道 美国第16任总统 他最重要的是 发表了这个黑人解放宣言 就是解放了黑人奴隶 然后呢 美国南美战争中 他有一场著名的演讲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有一些游轮 很小的游船 人们在湖上泛舟 因为我们的周边还有一些建筑啊 待会我们打算去那个罗斯福 纪念场 纪念光场的一般 罗斯福的纪念图像 待会我们会到那儿再去看 刚才我们在这边拍摄的时候 第一段拍摄呢 没有成功 因为来的人太多 当时有些这个 阿米什的群体是很难 难得一见 他们穿着非常漂亮的服装 男女老少在一起 我们刚才拍了一个镜头 但是很可惜 整个的那一段 不太好说 我们放弃了 但是以后有机会把那一段 阿米什的那一段 镜头补上了给大家 那我先讲到这儿 待会我们还进行去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这儿 进行表演 比如说有一些人到这儿来 他就很兴奋 就是各样的表演 那先录到这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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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